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介绍这一个八字 回汉更生 心事认成 这一个人是说 他的大运走在木还有绝 这样子是不是他这一辈子 他的命都不好 这边是一个专门探讨命理相关的频道 大家假如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大家帮我按赞、关注、订阅、分享 这一些动作对于我的创作都会是一种支持 我们回到正题 在大运里面走到木、绝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 是不是他的一个人生就不好了 其实在五行派里面 他其实不看这一些东西 他所重视的就是五行流通以后的一个现象 所以各位 你去看一下 五行流通以后的一个现象 我们来看一下他在丙城的时候 他的一个状况 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说 他就会金生水来克丙火 在天干的时候金生水克丙火 他的地支 四生一合以后 五克水 所以更加重他的水的伤 我们可以知道他在丙城的时候 第一个 丙火受伤 丙火是他的一个官运 他八字并没有所谓的财星 所以他的财星这时候就会是以食伤星来代替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 他地支的一个食伤星是不是受伤的更加严重 虽然他天干的食伤没有问题 可是他地支的食伤伤的更严重 所以他的一个财运的一个真实的情况 反而他是偏弱的 所以这个是在丙城 确实丙城 不管是在官运或者是在财运 他都是不好的 那这时候我们来看一下 到乙卯 乙卯的时候 乙庚一合 这时候剩下热癸水 他的地支四生一合 他会变成什么 土克水 所以他一样食伤还是伤 可是他的卯木会出现了 他的卯木就是他的财星 他的财星并没有受伤 所以其实 到了这一柱运的时候 第一个他的官运消失为零 然后他的财运突然出现了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他的官 这是他的财 他在这一边受伤的 这边是零 到这一边的时候 他的没有 他是没有财星 以食伤来代替 可是食伤是受伤 所以点个号 那到了这一边反而多了一个 所以各位你就会知道说 他的大运走了一个木 还有一个绝 应该绝是更差的 可是实际上的一个五行流通之后 我们会发现到 没有这一回事 反而他是变好的一种情况 所以各位你就会清楚的知道说 但这一图十二长生里面 他能真的走到了什么病死目觉 这一些东西一定会很差吗 各位不见得 还是一样 回归到五行流通的这一块 因为毕竟来讲 虽然十二长生 人家说世间万物都是根据这十二长生为主 但是各位 有很多人根本都没有经历过其他的状况 为什么 你买了一个新杯子 结果你一回家 可能一个不小心 啪啪 他就掉到地上破掉了 他就直接怎样 他有病吗 他没有病 他没有救过 你只是今天买回来 一个不小心手滑 啪啪掉到地上 他就死掉了 各位 他当中经历过了什么 没有 他没有经历过什么 就一个灌带沐浴 帝王 最新的时候帝王 结果 他就完蛋了 怎么会这样 他当中的胎死目觉 这一些东西都没有 所以十二长生并不是 所有事情都是适用的 所以我们还是一样要回归到五行流通上面 去看一下他五行流通的真正情况 这样子来判断运势 才不会该好运的时候 妈妈自己怕的要死 该不好运的时候带着钢盔五千冲 这样子只是让你自己学了命理 反而被命理所害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